天霖你應該知道 大阪有一個創始店 總店 對 就是迴轉壽司的創始店 我跟他講的是那一家 大阪 他在京都就已經屌了 可是剛剛鄭大哥說京都的樓上 其實樓上有一家賣烤雞的 烤雞肉的 那個也超好吃 而且你在那邊吃 你應該講是AQ的樓上 車站的樓上 對 車站樓上 然後就在那個好像10樓還是11樓 還有好多餐廳 對 然後那家烤雞的地方 真的超好吃 而且他在那邊看夜景 真的超讚的 你看夜景 那他那個車站從對面 從早上傍晚到晚上 不一樣 對 夜色真的很美 然後那 而且你 其實那次我們上次去的時候 是住在雞鹿 然後那我們就是吃完以後 然後還坐新幹線再回雞鹿 不好意思 我先說15張自由行的 我和我們全家 當沒 就都去做什麼 就都去居酒屋 因為台灣沒有居酒屋 你們吃完41盤 然後又去雞鹿屋 晚上 所以不一定會這樣 好 去雞鹿屋 一定是啤酒 還有 當然 你如果不叫清酒也可以燒烤 對 我為什麼說好吃 有的東西是燒烤好吃 但是主要是聊天 對 我有一個發言說 原來飯糰也可以那麼好吃 它那個飯糰是白飯你知道嗎 白飯下去烤的 這邊也烤 那邊也烤 我們有一天 我和我兒子兩個而已 因為我太太很累 我們兩個去 結果叫一堆 我那都不知道名字 都亂點一堆 總朋友飯糰 結果 誰說四顆飯糰 四顆 我就吃飽飽 又叫四顆飯糰 想不到竟然 吃 吃完 好吃啊 再叫 哇 我們兩個再各叫一個飯糰 這樣吃幾個飯糰 一個人吃三顆飯糰 然後呢 要回家的時候 外帶 再跟老闆說 再各烤一顆 帶走 為什麼 要回去給太太跟女兒 吃吃看那個飯糰 他們兩個 回去已經睡了 我們跟他說不吃可惜 這個明天冷掉不好吃 你一定起來吃 夭壽兩個 說竟然夾一夾 女生是不喜歡吃飯的 你知道那個飯糰 這樣有多好吃 所以我才說 有一些地方 小地方 真的 不知道要怎麼說的 那個 因為我是住 所以我可以提供一下 如果你有在京都住的話 那種百元商店 或者一些專門賣 因為他們夏天 有很多烤肉的活動 還有賣冷凍的烤飯糰 我們就買了 那是因為有一次去烤肉 剩下我就包回去 因為我們一家在那邊生活 也不容易 這個物資有限這樣 就冷凍 然後你可以用微波爐 就是那個已經是烤飯糰 也是冷凍的 給人家那種去烤肉用的那種東西 微波而已這樣子 小阿妹也吃光說 怎麼那麼好吃 對 居酒屋 很奇怪 我愛上居酒屋 你還要是吃多少 像我這樣說到居酒屋 我像是那時候在東京吃居酒屋 那個居酒屋剛好說 你知道排啤酒 那個什麼 生啤酒 生啤酒對不對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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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點菜嘛對不對 好 好不容易看到了 就四五個好朋友就進去 給我一家 叫一家小菜 你等一下 日本人有個現象 他們下了班去居酒屋 一杯啤酒一放 從七田可以放到十一田 那邊還要不完 我們台灣不是 撒得比較一片一片 人家說 對不起這個沒有了 這個到九點半 那個我們的酒 就供應完了 不再供應酒了 那供應酒要另外再收費 而且監督很多老店的魅力 可以請優先生講一下 我正想我這邊有圖片對不對 其實我要講的是 因為這次去京都 其實最大的目的是 去拜訪一個 京都老房子的一個公司 那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是一個 京都的老房子的一個照片 那這個老房子 其實它的範圍很小 有沒有看到 大一個斜的樓梯上去 那樓下的地方是一個 一個餐廳跟一個廚房 那樓上它延伸過去 有一個房間這樣子 那為什麼去拜訪 這樣子的一個公司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這個公司的創辦人 是一個美國人 那他在日本住了三十幾年 他非常喜歡的日本文化 那可是他發現說很多旅行的人 好像沒有辦法真的融入 日本的京都生活裡面 所以他覺得很多老房子 好像沒有好好利用也很可惜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日本 如果你在京都住那些老旅館 兩三百年那些表屋 東家 一個人差不多三萬幾塊一筆 日幣起跳 一枚就要萬幾塊台幣 對 一個人而已 不是一間房 一個人啊 他算人 對 所以他後來他就大概在四五年 如果我們四個人大不了 要四五萬 對 一根奈 一根奈 而且要預訂 它是一泊二十 一泊二十 對 那這個老房子就是說 這個美國人 他把這個老房子租下來 然後整理好之後保存 然後開始出租給外國人 可以在這個地方 住在京都裡面過生活 那平均一個人 大概一天是一萬日幣 對 一天一個人 一萬日幣 三千塊台幣 左右這樣子 然後他就用賺到的錢 再去租別的房子 所以他們從三間房子 現在有十間 老房子 分佈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像這個 這個房子就是在鴨川的旁邊 對 那他就是兩個人住 可是你可以把那個 門拉開 然後你就坐在外面的陽台上面 然後可能拿杯啤酒 然後吹著鴨川吹來的風 在這邊 還可以看到山 對 鴨川裡面有魚 有 最近暑假 我上禮拜剛回來 整個鴨川 全部都是小朋友在玩水 然後在撈雨 然後在捕捉昆蟲 那有一人那些魚可以撈 可以 鴨川 烏龜應該就不行 烏龜不行 下次去的時候再撈 真的 你有去那個掃把店對不對 我不知道可以撈 我想奇怪 但是我看到那個魚這麼大條 這樣要衝上去 你知道他有魚踢 要衝上去 而且我跟我女兒是 兩個人把鞋子偷下去 兩個人走下去 把褲管捲起來 在那邊玩水 你看到魚要衝上去 那去抓抓得住 我想說這可能人保護不可以撈 可以撈嗎 所以這個房子的話 是外國觀光客也可以出 對 其實它現在最主要 其實這一本裡面 就是它介紹十間 十間房子座落在不同的 京都的這些市區裡面的一個介紹 你剛剛講介紹的是窄房子 我等一下介紹一間更窄的給你看 我們先休息這房子 這麼窄的 這麼窄的 因為我那個 因為我還做了一些 老大 他不給